可是说真的哦 如果我当很多人说 哎 怎么这么奢华或怎样 可是其实如果你打拼了一辈子 然后就是你已经 户头里也许有一亿吧 可以想要看你现在 我没有一亿 对 我有两亿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最近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在出去玩对不对 真的 看了真的蛮不爽的 疫情已经开始解封了嘛 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爆发信出 我的脸书上面超多人去日本的 到底 封锁他们 但是我们偏偏今天要访一个 真的是让我觉得 嫉妒恨吗 对 我又更不爽了 没有 我真的觉得就是 这个来宾啊 是我们非常非常巧合 可以访问到他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他真的是 资历非常非常的深厚 对 他还没有环游世界的梦想 大家都是说说而已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有一个人就是在我们面前 他已经身体力行五次了 对 像我们上一集访 张沛山跟陈永康 他们现在已经在 就是要去那个 南极的邮轮上 对 对 我们今天这一位 他就是专门是 带游轮团的达人 就是要让听众朋友 更不爽的一个节目 好 我们今天赶快来欢迎 这个算是知道怎么说呢 就是环球达人好不好 好 谢谢 欢迎美竹 嗨 嗨 哈喽 关好 丽萍 还有听众们大家好 嗨 我是美竹 美竹你好 美竹你好 我先说一下就是 我之所以会就是跟美竹搭上线啊 是因为嘉丽的关系 对 嘉丽就是我们之前有访问过的 广播的主持人嘛 嘉丽是你的 好像是各自的老公 是朋友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有一天嘉丽就跟我讲说 哎 你要不要访问这个人啊 他很厉害哦 他的这个团的品质啊 都是走超高档路线的 我一点进去发现 哇塞 对啊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参加这个团 对 我觉得我们不访问你 实在是太可惜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 我们没办法 现在DK有那么多钱 可是我们就可以用 神游的方式 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透过这个节目 你环游世界已经几次了 就是如果说以环球旅行来讲的话 是有五次比较完整的环球旅行 对 然后其他还有大大小小的旅行 所以我可以说 我过去二十年都在环游世界 哇塞 所以旅行是你的工作也是兴趣 对 一开始是兴趣 然后慢慢的变成可以结合工作 对 然后所以其实那个过程也是 我一开始是背包客 然后到后来开始带团 然后到最后就是越走越特殊的团 甚至环游世界这样 对 因为其实啊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 环游世界是一个要存很多很多钱 才可以圆梦的一件事情 可是看了美族你的故事之后 我们才发现说 其实有时候啊 我们不要去把这个梦想想的多难实现 因为像你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就是一个逐梦踏实的人 是 应该说其实我是没有任何条件 去做环游世界这件事情的人 一开始的时候啦 对 然后想去环球的时候 其实只有这样子 湿热的梦想 但是其实口袋很浅 然后而且其实什么条件 其实都没有具足这样子 对 然后但是其实边走 好像边就慢慢找到一些路 然后也发现说 其实我可以用我的这个热情 跟我的专业 也变成我的职业 对 然后所以就一路这样子 走到这个环游世界的这条路上来 环游世界第一次有这个念头啊 是什么时候 应该算是小时候吧 我想大家小时候都有这个梦想 对 然后我那个青春期的时候 有蛮叛逆的 我小时候有看过一本书 就是环游世界八十天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有有有 对那个小儿童读物那个时候 故事书就有翻过那本书 有一个印象 然后但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我就是比较叛逆 然后刚好在住在台南 比较那个靠海的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青春期的叛逆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是在海边度过的 对 甚至有离家出走过也是跑到海边去 就是乡下其实也不太会变坏 对 然后两天以后自己乖乖回家这样子 但是其实就是在那个小时候就有这个向往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男生 我一定要去当水手 我一定要出海 然后跳上一艘船 然后去云游四海 就是小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非常渴望自由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从小就很想环游世界 有这个梦想 对 对 然后当然就是成长也就走到了一般 台湾年轻人会走的那个轨迹 然后就是要升学啊 要就业啊 对 然后但是是后来才又开始自助旅行的时候 才又点燃了那种 原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难 然后可以去做的这种心这样 对 那时候当背包客 你是跟你妹妹一起对不对 对 我第一次其实去欧洲自助旅行五十天 那次是因为我在网络公司工作了很多年 对 然后就是但是网络泡沫化了之后 拿了那个公司的资钱费 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 那我去这世界走走看看 然后一规划发现欧洲很大 所以我就是在欧洲走了五十天 花费也不会很大 那时候好像扣掉机票才花九万块 哇塞 自己觉得超厉害 是几年的时候 对 这是好多年前 现在物价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不敢说 欧元跟台币的那个汇率应该也是 欧元好像那时候是三十几而已这样 对 那个年代 对 但是重点是 在那之后其实有开启一个想法 就是说 原来旅行没有很难 然后环游世界也不会 好像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因为我自己用自助旅行的方式走欧洲之后 觉得眼界大开 对 那回来以后就天天在那边看世界地图 那在刚好在那个时候 200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念头跑出来 就说我小时候好像有看过 环游世界八十天 一本书 那我去把它原著找出来看以后 不看则已 看超兴奋的 想要走那个路线 对对对 因为那个地方我都没去过 而且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是台湾商务 就是拿到那个Glima出版社 就是国外授权的那个 它上面有很多老照片 很精美 然后我就会觉得 如果我可以走到那个老照片的场景 看到古今对照 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对 对 那想着想着 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其实白天 就是我毕业了以后工作一段时间 我那时候是在花莲的一个五星级饭店 当就是行销主管的工作 对 就是有运河的那一家 对 然后就是在那段期间 其实工作是很忙很累的 对 很冲 然后会让我停下来的时候 是因为SARS来了 真的是很多人 会因为一些事情 一个很大的转折 对 对 才会停下来看看 是啊 然后SARS你就会天天打开电视 就看到 哇 那个生离死别 对 然后和平医院 那个风源 这些故事这样 就会让你觉得 哇人生很短很无常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那个念头就突然又跑出来 就说 那我趁年轻去环游世界吧 所以就是这么单纯 就是梦想的声音 大过现实的声音 所以在经过了一年的准备 然后 这个 甚至我还那时候也想说 要找赞助啊 然后要做什么准备 所有的东西筹划 因为口袋真的蛮浅的 然后 那时候本来找的人也是一个好朋友 后来 被放鸽子 不是 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跟我去之后 我又拖了我妹下水 所以就是在最后SARS之后 递出辞城 就去环球旅行了这样 你刚刚说一年的准备 准备了什么呢 很多啊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在对着电脑撒笑 然后在找资料 就是旅行最快乐的 已经先出门了一次 对 旅行最快乐不就是在规划的过程吗 对 就是我规划到说 甚至很多的站都是已经买到 已经还没来的时候 那个什么票都已经寄到台湾来给我了 对 然后 但是其实我最主要难度是在那时候想要照 那本小说的路线去走 所以我考导了很多的票务人员 跟旅行社的人 他会觉得你也太浪漫了 对 我的票排到了第八版 就是因为我要用机票去衔接 然后就是我的票排到了第八版 然后价差大概高达四倍 就是比如说有人报价是三四十万 然后有人报价是那个四万 就是不同 为什么差这么多 因为其实你的取舍跟你的点 然后跟环球机票的规则 所以后来我其实就也钻研了很多这方面 就是怎么样用便宜的机票 才能够去串接出我这个行程 加上各地的火车连票 然后所以这其实是很多的故事 所以后来也造就了我后来 在社大开了很多年的 那个自助旅行规划 对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规划 你是先驱 对 撞游先驱 对 但是其实现在 我觉得后面大家走这条路的人非常的多了 所以我觉得很棒 就是后浪推前浪 然后大家走得更远更广 更久的都大有人在这样 是是 对 所以那时候你的那个八十天 就是有真的照那个书里面这样走吗 有 而且我们是从英国伦敦革新俱乐部开始 算那八十天 然后走一模样的小说 援助之旅 然后到了 回到英国伦敦革新俱乐部 事实上是八十一天 是 因为它是有 小说有一个桥段 有一个梗 就是他以为他输了 打赌到最后赢了 因为我们其实往东走 过换日线赚到那一天 时差 对所以他在最后一分钟 那个费南斯佛格那个主人 主人翁带着他的仆人 就冲回那个俱乐部 赢得了两万英镑的赌注 对 然后我也照着那个 那个去走了一次 对 然后 但是我们没有两万英镑 跟雄后的财力 所以其实那一次就是 我们就是 环球旅行 也 花费也没有到很多 对 就是大家最喜欢问的问题 我现在为大家解答 好我想知道 就是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我从台湾出发 然后先到英国 然后走完那个八十一天之后 我们还又去北欧看极光 所以总共旅程一百一十三天 回到台湾 那我们花费一个人是台币三十万 非常的便宜啊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不小心 因为这样回来 就是媒体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一块 对 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经验 对 神前达人 对 然后又玩了酒 又这么经典的路线 对对 所以其实我就是 后来就一直在分享神前这一块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其实这个旅程的意义是在于 说它古今对照 它开启的那个视野 是我觉得很棒的 其实我现在回味那第一趟旅行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 过了十二年二十年 其实我都还很想把它再 再说出来这样 对 因为其实它有很多的古今对照的趣味 对 那那时候你都是住就是沙发 沙发客那种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做法 也类似像沙发客 但是是其实是亲友版的沙发客 我们是透过朋友介绍朋友 在国外值得信任的人 我们才去 因为那时候我带妹妹 然后想说我们两个女生 要小心安全 对对对 所以其实即使知道 有那种住宿互换的组织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风行 像Servas啊 Couch Suffering啊 那些都没有那么风行 对 但是不敢 就是只有朋友介绍朋友 但是也因为这样 很多人脉连结很有趣 比如说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 是一个海法大学的大学生 然后头发长长的 长得像没有吉伯逊 然后开着车来接我们 开着车来接我们 因为前一年我有一个朋友 去那边艺术参展 认识了当地的大学生 这是一个人脉的连结 对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到那个 加州的时候是矽谷 矽谷工程师 就是我们直接住在他们家 这样子 对 对就是很棒 很优质的 那个 我觉得很幸福的那个 对 所以说其实背包客 未必都是很苦行僧的这种路线嘛 应该还是可以找到 可以帮助我们的人 对对对 不过那个所有得知别人的 都要加倍奉还 所以以后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都是要加倍奉还这样 那你有带什么 类似什么伴手礼的东西 给他们吗 伴手礼 我们那时候因为行李箱有限 所以其实我们都在前一站 买后一站 要送人的东西 对对对 那时候跟妹妹大概多大 就三十岁前 所以我就是快要三十了 我的二十九 然后妹妹小我四岁这样 有时候要这么疯狂 真的需要年轻人 因为还没有结婚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失去这个资格 对啊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小孩的人 带着小孩一起去啊 太棒了 真的假的 我后来带着小孩去旅行很多地方呢 是 对啊 那你都是走比较是船的那个游轮嘛 比较舒服一点 不是耶 那你是有北宝客 我自己走很多不同的路线 比如说我也曾经带着孩子去欧洲自住五十天 在某一年的夏天 然后爸爸只来了十几天 负责开车罗马尼亚自驾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我带着小孩这样子 天啊 等一下 你收养子嘛 那我觉得 我刚刚想到那个画面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 就是你是两个儿子 对 是双胞胎 对对对 年纪一样 你一个人带他们去欧洲五十天 对对对 旅行是最好的教育耶 就是训练他们 他们几岁那时候 他们那时候小三 然后到最后很厉害就是 推行李啊什么的 就是我们要赶飞机或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都很很盯进 他们不得步吧 对对对 然后他们又知道状况要先解决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 那时候我还带他们去开载船哦 哇 那个看到内罗坡就是在英国的近郊 然后就是在巴斯附近 我们租了一艘载船 然后自己自驾了载船三天 就是那个从亚方的布拉夫开到巴斯 然后再开回来 那时候有两个女生的朋友一起加入 对 对一对母女 所以我们就三个娘子军带两个小小兵 就开了载船这样子 对 那个超好玩的 我有就是分享在那个书里面 在那个我最近有做一本日里 然后就把他分享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所以其实或者是带小孩去罗马尼亚 看吸血鬼 然后或者我曾经在他们满小的时候 带他们去印尼科莫多岛 看科莫多巨戏 好好喔 对 所以其实如果因为自己要花钱去旅行 我就会希望那个预算是砸在 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得 很珍贵的 对 我也超想去的那种地方 对对对 我很想要问一个问题 算是另外一个话题吧 跟亲子有关的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行程 可是我老娘我用心规划的 那你们这两个孩子竟然不买单 或是什么的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呢 对 这个我有超多可以谈 我要听 感觉可以开门课 就是其实那个 你排行程的时候 你真的要考虑每个人的需求跟状况 对 对然后像我们家两个小男生 他们就是只要很好笑 比如说到罗马尼亚好了 他们觉得很赞的地方 是我们到马拉木链石地区 我有排一天去一个马场 他们骑马 他们可以参与进去 然后骑马 而且那天超便宜 我们才花了五百块 全家 好赞喔 对然后就是去骑马 然后而且他们在溪里面 跟小朋友 那个来校外教学的 罗马尼亚小朋友 玩了一个下午 就是在踩水啊 玩水这些 然后这他们觉得最棒 或者在哪边 跟小朋友 遇到了一群小朋友 一起踢了足球 踢了一个下午 那是他们觉得最棒的 就是不太花钱 对对对 然后但是他们到了 比如说罗马尼亚 有一个那个国会 人民工 里面金碧辉煌的建筑 解说导览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边 很无聊 就是不知道干嘛 或者是说我们到了 马拉木链石地区 就有那种超棒的 那种木造间的那种教堂 是 他们完全无感 对 而且一直很希望赶快走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需求 都要满足到 比如说像那个 小孩喜欢什么 然后妈妈喜欢什么 然后那个 我老公喜欢什么 对 就是你在排的时候 其实要轮流出现 那怎么样取得平衡呢 就是当你无聊 或是当孩子觉得无聊的时候 老公觉得无聊的时候 就要先讲清楚 其实我们 可能我当领队导游的关系 我行前有跟家里开过说明会 这很重要 对 我说我们要去看 尖尖的教堂那边 然后我们要去哪边 然后我们去谢谢鬼的 那个住宿 就是全部都跟他们讲过 然后就说 有一些东西是妈妈要看的 你们也要跟着去 然后有些地方是怎样的 就是都有讲过 他们会有一个 心理有个准备 有个底这样子 那当就是这个确实到了 他们觉得 没有那么感兴趣的景点的时候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放空 跟很想赶快离开 坐在旁边 在旁边踢足球 坐在旁边说 可不可以赶快走 那但是那时候就可能 老公就要cover一下 因为我就是 有那种拍照的狂热 对啊 对我就会拼命拍拼命拍 因为其实就是我想要看的 对 但是其实每一个 一起旅行都是这样啊 以前我跟我妹一起旅行也是 我妹其实是完全是 那个如果妹妹有听到 我不是在讲你坏话 就是我妹妹其实 她有对于 就是商品有很敏锐的感受 对 所以她在环球旅行的时候 不断的在找一些商机 对 然后所以她会看得很入迷 在很多市集 跟很多漂亮的东西 很美的东西 有设计感的东西 她都很喜欢 然后引进到台湾 对 她都很喜欢 然后比如说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就是想要去走 那个经典的几个行程 哭墙啊 苦露啊 然后她的那个 某一个清真室 然后我妹妹就是 有一天我放她自由活动 然后她在大马士革门前面 那一整条市集里面 很愉快地过了一整天 每一站比价杀价 然后就是她觉得 那就是她很快乐的时光 她现在的工作是 是做什么 她战胜 对 类似 但是她就是暂时 她现在也在 在就是 调整的阶段 但是其实她对这个一直 都是有热情跟天分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对旅行的取向就不同 而且有些时候是要 先去旅行 才会找到自己的兴趣 对 像我的话 我就是 以前就很喜欢音乐嘛 所以我就会 特别去各个地方 去收集当地的音乐 对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对对对 而且你的切入点很重要 就是你 你只要能够 旅行这件事情 真的 你也有观点的话 它其实就会很精彩 就是可以磨出那种 很发光发热的那种宝石 为什么 因为其实 每个人看到的东西 都不一样 这样子 对 对啊 我有那种建筑设计的 就是它就是专门 环球旅行 就是去看 这所有的东西 对 那也有专门找咖啡的 然后我以前 环球遇到 环游世界练功夫的 外国人 他就是到哪里 都参加功夫的那个 然后也有 环游世界 去每一个夜店 跟Pub 喝变100种啤酒的 对 他说他是环游世界 我是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然后他是 around the world in 80 beers 他就是每天 就是在 缺钱了 就到酒吧打工 然后就是 就到不同的夜店 然后听不同的音乐 对 就是每个人的 取向都不同 对 所以每个人的 这个焦点 有确立的时候 他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他到这个地方 要干什么 对 就比较不会觉得 我这也想去 哪也想去 要怎么办 我们的时间 资源 资金什么的 会来不及分配吗 对 所以其实 亲子或者是 一起旅行的时候 最难的就是 统合这个东西 因为虽然时间 是有限的 是啊 是啊 对啊 哇 那一个家四口 就已经这么难规划了 要一个团 要怎么办呢 团其实反而是 有大数法则 因为它是一个契约 就是他在出发前 他已经严明了 他要走什么样的路线 对 你可以接受才来 什么叫大数法则 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的兴趣 喜好还是在一些 比较有名的景点 对 然后另外就是 你团 比如说以 环球旅行团来讲好了 他更棒的是说 因为他还可以突破 飞机航点的 既有的限制 因为台湾能直飞的点 不多嘛 对 所以他顺着这个 整个路线走 而且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长达两个月 是 他其实是可以容纳 各州 各文化区 然后各种经典主题 里面的最经典的 一两个 举例来说 比如说像是 生态类的话 我觉得最 个人觉得最棒 是肯亚动物大迁徙 在对的时间 在对的地方 那你感受到 那个东西之后 其实你再去其他 看生态游猎的国家 你会觉得 小屋见大屋 小屋见大屋 对 然后古文明也有 它很经典的几个 那或者是 自然美景 瀑布 世界最精彩的瀑布 我自己还是觉得 是伊瓜苏 就是伊瓜苏瀑布 它就是那个 蓬佩的水量 跟那个壮观的程度 你只要去过 你会觉得 在那个南美子 很渺小 对 就会觉得 别的都 差一点点 但所以其实 你可以用 不同的主题 是 对 然后所以 去规划 不同的环游的旅程 对 然后每个 喜欢时尚的 可能他去到米兰 就很开心 对 对 或者每一个人的取向 其实可以在 整趟旅程里面 都被满足 所以是不同的 是一整趟里面 会有不同的区端 是可能会 佛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每个人都可以 在这一趟旅行当中 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对对对 就是我如果在规划 后来我有投入 规划环游世界之旅 帮旅行社也设计 这一类的行程 是 那其实我就是会 蛮着重在 它的多样性里面的 最经典 因为你不可能 走遍世界 我们也没有要 冲国家术 对 然后但是 其实我会去选 主题里面 最经典的那一个 是 比如说 它的庆典 最经典是什么 可以排得进去 然后生态最经典的 原始雨林 沙漠 然后或者是 那个 设计 这一类的 对 美食 所以是先要 规划出来之后 然后才开始招揽 就是你们的游客 对啊 是这样子的方式吗 而不是说 我想要就是 先号召一群人来 我们来环游旅行咯 然后在那边 就是有很多的 意见分歧的时候 不会不会 应该不是这样 还是以你 最初的规划为主 对 因为其实那样 一定会吵起来 对 对 就是我可能连 家里两三个人 我都搞不定了 真的耶 对 所以其实 当然你要一起去 环游世界背包课 我有在社大开了 长大十年 就是我有开了 环游世界超简单的 系列课程 那那是一个十八周 每个礼拜 有将近两个半小时的 那个课程 教你怎么样规划 然后机票怎么订 船票怎么订 然后交通 住宿 这些各种安排的细节 对 那其实听完了以后 很多学生走出去 环游世界 对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群组 就是上完课学生 就去环球 然后就是 后面要环球的人 就有很多学长姐们 就在里面 就在学历妹们 对 就是他们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 说要环球了 然后他加了那个群组之后 比如说他 他已经在路上了 比如说他现在在埃及 那他问说 接下来我是往中东走好呢 还是往那个 伊索比亚那边 就是现场咨询 腾亚那边走呢 然后大家就会 有的人是这样子 就是他途中在决定 有的人是规划好 对 然后接着大家就拼命提供 各种意见跟资讯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 对 对 所以 这是另外一群 所以我认识两大群 一群是 环游世界旅行团 然后这里面又分出 游轮环游世界旅行团 这一小群 对 然后另外我的 另外一群是我的学生群组 里面很多是 背包环球的这一群 是他们自己出去的 对 他们会搭便车或者是自己骑脚 对 会住service 或者是会住住宿互换组织 然后有的人甚至是流浪式的 就是他边走边再决定下一站要去哪里 也有这样子的人 有流浪了两年 然后到最后在欧洲落脚结婚 对 也有这样的学生 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但旅行 环游世界真的是风简有人 我也不是最省的 其实最省的我很推崇那个 943 我知道了 对 他也是好朋友 就是他真的是很厉害 对 他把那个精神发挥到极致 他的早期的部落格文章我有败读 我真的觉得太扯 他就是比方说 我记得 我现在可以马上想出来 就是他可以把他的那个心理减量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程度 对 其实这个部分我达不到 对 然后但是我 其实我现在这个阶段追求的 倒也不是要拼最省了 我反而是觉得 为什么我后来很喜欢邮轮 就是因为他是可以用一个相对省的预算 比如说如果你船票买得好的话 你可能一天大概花费是100块美金 买那张船票 可是那张船票包含了住宿 然后长城移动交通 然后一天吃六餐 还有很好的表演 然后还有旅客咨询 然后那个客房服务 电影票 然后什么 健身房 然后游泳池 这些所有东西算起来 你就会觉得 嗯 其实是很好的 是很划算的 对 那也包括我自己带儿子去欧洲自住 50天那一次 我到最后就觉得 哇 北欧还有那个中欧都好贵哦 是 然后后来我捡了一张很便宜的船票 大概 我们去上去大概9天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带两个儿子这样上去 然后总共六七万吧 但是其实那部分就解决了我们在北欧移动的所有的困难 然后而且上了那艘游轮之后 我选的又是比较年轻化的船 我就把儿子送到那个儿童俱乐部 有安心班是不是 儿童俱乐部 然后他们一开始去我很担心他们会适应不良 因为完全语言不通 他们英文那时候都不会讲 但是他们生存能力超强 然后到最后很喜欢 然后而且他们结业的时候还上台表演扯铃 然后大出风口变成 等一下为什么会有扯铃你们带去的吗 我们带去的 然后但是那个儿童俱乐部就是他们带小孩的方法 就是他用各种杂耍的用具 叫你选择来玩 其中有扯铃 然后他们两个就眼睛一亮 因为他们国小嘛 就是下课大家都在扯铃 就是台北的国小 大家有这个风气 所以他们很厉害 还会各种花式跟抛街 然后到最后就是大出风口 变成儿童节夜表演的压轴 焦点 对然后到后来在船上出镜风口 就是我走到哪里大家都说 你们两个人表演得很棒 真的好棒哦 对所以那我也很轻松 因为他们去儿童俱乐部的时候 我就开了红酒 然后去看秀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最轻松的一趟 就是我也很开心这样子 对 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幻想 就是因为虽然说游轮营算是蛮神的 可是对我来说还是一笔花费嘛 所以我有在幻想过 我可以去当海上钢琴师 对因为我真的有认识的人就是 他就是是用钢琴去表演 但是他好像比较是短程 比如说是那个立新游轮啊之类这样子 有耶有耶 而且台湾其实有好几位 就是很棒的那个表演者 在世界各地的船哦 然后像那个游轮女孩Noriko 就是他现在正在南极的游轮船上呢 对他之前前一趟是在北欧的船上 然后他在那个冰岛 格陵兰这些很梦幻的地方 就是他们是探险船 然后现在他们那个船已经到了南极 所以他现在天天都可以看到汽油这些 对所以其实当有这个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哦 因为我在游轮上看到非常多的表演者 然后他们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人生 那他们演奏的曲子大概是 都是别的国家的曲子吗 还是都有 大部分是一些比较 因为游轮的族群其实大部分还是银发族 退休族 对所以在他们那个年轻时候流行过的那些曲目 跟那个西洋音乐 那个好什么意思 我开始要准备了 跟一些流行的 就是其实比较大众化的 但是也有的游轮是讲到很古典的 但大部分是通俗一点的这样 对那古典的像是和美游轮 他们就每个晚上都有那种 有点像是小型的那个乐团 那种古典音乐的演奏这样 对 然后在大部分游轮是比较通俗的是 在大厅那边 就是有钢琴 或者是在很多酒吧 有不同的钢琴可以表演 对啊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前几年就是也跟冠豪 就是有参加郭立新游轮的一个行程嘛 那时候我们是去那个石原岛 其实也是才三四天左右 然后在石原岛非常短暂的 就只有停留一个下午而已 然后那一次给我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有玩到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都在船上 我想要下到土地上 我想要去踩那个地方 然后我想要就是亲身在那边 就是度过比较长的时间 这对我来说也许才是旅行 但是我后来就是年纪见长之后 想说 其实游轮也算是一个 在一边移动 一边生活 然后一边到 算是游览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嘛 对 那我想要请教美竹说 就是针对像我们这种 就是坐游轮就是只有这样短暂停留 在港口又没几天 这哪叫玩啊 这样子的人你会怎样给他建议呢 因为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 因为那个一些生物学上面就是 你会有名印效应 你第一眼印象就决定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的第一趟第二趟游轮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我的第一趟游轮是从哥本哈根到罗马的欧洲 就是经典首都之旅 对 然后所以我从那整个十五天十四夜的航程 搭上前后段 我大概是十八天的旅程 我从一路从北欧 就是那些很漂亮的 风光的那个建筑设计的之都 然后到 英法 然后到葡萄牙 然后到整个地中海这样子 到罗马下船 那那个经验让我觉得很惊艳 就是说 哇我那时候刚环球旅行回来 我不用去找旅馆 然后我每天只要醒过来 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级的景点到你面前 然后你根本不用背着背包去找 不用备心去规划 对再不用那个烦恼 然后你所需要的就是 因为其实一个人的经历有限 你白天刚好可以旅行的时候 他就帮你挑好 刚好你就是到那港口 八个小时早上七八点到 然后晚上离开 然后所以其实他真的很棒 而且每一个城市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就是 那只有海上日只有三天 那时候我以为我那三天会无聊 所以我带了好多小说 结果完全没有时间翻 也没时间睡觉 因为太好玩了 每天从早到晚五十个活动 然后你就是把游轮当成一个游学团 或当成一个课程 或当成一个交朋友的大平台都可以 就是你就是从早玩到晚 然后你就觉得哇太好玩了 所以那我那一次就让我开了眼界 而且觉得哇原来我可以美美的去旅行 然后不用那么狼狈 然后而且我觉得是很好玩的 然后靠岸我也可以自己去自由行走一走 是有自由行的一个空间 对也可以跟着团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被一个旅行社邀请去 就是我是被赞助的 对 那我是去写报导 所以我可以跟着他们团 我也可以不要走 对 然后那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我是走那个 就是中美洲的巴拿马航段 就是说从那个温哥华上船 对 然后之后一直走那个美西这些大港口 大城市 然后到墨西哥各个城市 然后各斯大尼加尼加尼加纳瓜 瓜地马拉 然后巴拿马 然后穿越巴拿马运河之后 又到了什么哥伦比亚 南美 然后之后再到加勒比海那些岛 然后之后再回到迈阿米下船 那这个就让我觉得哇 这么多国家我完全不用办签证 然后而且就是你每天醒过 又是一个世界级的港口跟城市 然后世界级的海滩 又可以浮钱 又可以就是各种音乐 雷鬼乐啊 然后各种建筑 殖民风格建筑 送到你眼前 对送到我眼前 然后我完全不用累 我如果这行程我要用飞机走 我真的会转机转到疯掉 花费又更高 对 然后也是这样子 就是超惊艳的经验 所以这两趟就奠定了 我觉得哇游轮超好玩 但是大部分台湾人的经验 就是您这个部分 就是他好像也没有到很豪华 而且也没有到就是 对啊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十元岛 真的太少了 对 就是没有那种感动累积的 所以就是因为我钱不太多的关系啊 不是不是 其实我一直在推广就是说 如果说第一次搭邮轮的话 建议你去走那种offline的邮轮 而且是去邮轮很盛行的区域 比如说那个 像有一些地方很适合 像欧洲国家密集 然后岛屿很破碎 所以其实他用邮轮 刚好衔接了交通上所有不便 原来如此 对 然后而且你就是很丰富 那至少八天七夜以上 八天七夜是邮轮的一个常态的一个 对 比如说欧洲地中海 一个气温的 对 它可能是八天七夜 一直绕同一个 比如说东地中海 或西地中海行程 对 那您只要选了其中一段 那您讲的没办法深入的部分 我建议可以在您上下船的那个港口 去做延伸 比如说您到罗马 那您可以再排一个意大利十天 不过我很建议啦 就是辛苦的背包旅行要排在前面 然后那个享受的邮轮千万排在后面 你说我们先排 就是在意大利玩十天之后 再开始上船玩 上邮轮 对 这样是完美的 这样才会有倒吃甘醉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 哇 好棒的邮轮 然后好棒每天吃美食 然后接下来下来以后 要住青年旅馆 然后要赶火车 吃什么东西 对 你心里会不平衡 但是如果你自助旅行 比如说你能播出二十天的假 那你前面先背包一下 然后之后在罗马上船 对 然后之后 哇 吃美食 看秀 然后享受 然后靠岸的时候就完美了 觉得我是世界的王 对对对 对 所以地域旅行 我也是都建议这样 一定要到吃甘蔗 对 哇 所以说就是 这个行程的安排也很重要 就是你要先把辛苦的放在前面 最后再就是豪华的摆后面 对对对 就让我想到你第一次带环球团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给你一个很大的震撼 对对对 其实我因为我负责排行程嘛 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我觉得 我环游世界回来才花三十万 然后很多人回来问我说 你怎么做到的 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去 或者是我们也怎么做 所以我那时候满怀热忱 我一定要做一个 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环游世界 价位不要太高 对 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很纯背包客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环球撞游 然后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旅行社 就是金科旅行社 它现在已经结束了 以前金融海啸 然后但是那时候老板 那个柯先生他就很信任 他就给我机会 他说放手去做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规划行程开始 我写了一条路线 就是叫环球撞游五十六天 用暑假的时候 就七月初出发 然后九月之前 八月底回来 那五十六天 是因为扣掉前后几天 对 那时候连老师都可以来参加 就是有暑假这样 对 那我就很热心 热忱的 在还没有完全估价之前 我就已经决定我的售价 要拉在五十万 对 然后 这是第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一个理想 对 然后所以当我发现说 其实都超乎我想象的 物价之高的时候 是 都报预算了 对 对 对 其实我每天都来担心会惨赔 那但是那个旅程 其实有参加到的人 都觉得很超值啦 但是那时候我在招募了 包括在旅展 或在很多的演讲 我招募了十六位团友 对 那十六位团友就是 他们来参加这团 每个人交了五十万 对 那有一些地方 我是有设计 比如说像布达佩斯好了 是有单日自由活动时间 就是那一天就是自由 对 对 然后不过很好玩 就是台湾的团友都会问你 领队 明天是自由活动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自由活动 然后接着就是 十六个团员 一个不差 全部跟着领队 从早走到晚的自由活动 那根本没有在自己的时间 都是自由 对 对 大家都不想要自由 天哪 大家其实想要你带着他们去自由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跟团 就轻轻松松的玩啊 就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 为什么我还要自己去找景点呢 那怎么办 我想可能十年前可能是这样啦 然后但是现在可能想要自由的人 可能会多一点点 对 但是我那时候很惊讶 连年轻的团友都想 对 然后但是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我那一趟旅行 比较辛苦的地方是 我后来检讨 因为我们的路线 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我从一出发 我是先到夏威夷 然后就是住了还不错的旅馆 然后度假 然后之后到了美西 然后包括有去那个拉斯维加斯 然后有去住堵城的 蛮不错的饭店 然后之后美东啊 宁加拉瀑布啊 然后跟很多的地方 之后我们又去了加勒比海 搭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邮轮 海洋自由号 然后那个船上什么都有 然后超好玩的 八天七夜走海地 亚马尔加开曼跟墨西哥 这些地方 然后之后到了欧陆 就开始变得比较辛苦了 就是我们就先到埃及 那埃及天气很热 我们去南部坐火车 夜卧火车到那个亚斯文 然后之后再去拉车去阿布辛贝啊 这些埃及是沙漠 就比较辛苦 然后再到东欧 就是有那个匈牙利 捷克 那个斯洛法克这些 那最后是到俄罗斯 那从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后 我们从莫斯科 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就是我那时候觉得 大家应该会很喜欢 就是我排了 西伯利亚铁路之旅全程 然后呢 对 然后九二八八公里 就是77小时跟71小时 就中间的分界点 是在伊尔库茨克 对 就是贝加尔湖畔的一个城市 对 那我那时候觉得 哇 这一带一定会觉得很棒 对 然后最后再到韩国再回来 这样56天 可是事实上去走的结果是 我们的团里面 大家都其实 大部分都蛮enjoy这个旅程 但是有两个家庭 他们家庭里面各有一位是 一两位是身体很不舒服的 所以其实他们在 大概在埃及那边就受不了了 他们觉得太 他们觉得 中后段的时候就已经 对对对 夜卧车 他们就觉得没有 好好的休息到 对 然后再加上 就是旅程 像最后西伯利亚铁路那边 其实物质条件并不是那么好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住的旅馆 并不是那么的油 是 然后所以其实 跟夏威夷比对不对 对 他们是爆发出来 跟夏威夷跟堵城 跟那个 对 所以他们 所以就不是道磁甘蔗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检讨 深自检讨 就是说 他们后来是 是有爆发出来 就是觉得说 有情绪 对有情绪 然后而且他们也会 觉得 因为当你觉得旅程不顺的时候 也是会有这个现象 就是会有吸引力法则 你会吸到更多不顺的元素 就是 明明我很希望他的住宿 那两家 他们可以住到比较好的房间 可是有时候这样直接分配了 我也不知道哪一间好哪一间不好 但他们就会遇到有问题的房间 什么 然后之后他们就会很生气的去敲所有人的房门 然后看一下别人 看别人的房间 为什么比我的好 然后 然后就会来质问说 林对你偏心 对 但是其实并没有 对 就是 但是其实过程中就是会 很辛苦去处理 所以这些情绪就是在旅程当中 就已经不停的有爆发出来 对 然后 但是后来 回来以后他们有去投诉 对 然后台湾的旅行社的老板 都会希望 不要有纠纷 就是息事宁人 对 所以我是退了全程的小费 全部退回去给他们 16个人吗 对 那6个人 6个人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就是我 就是这样子 我就免费服务他们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 可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这件事情是无价的增保 在我多年后去看 因为其实在当时我很难过 我觉得我这么尽心尽力 到最后一刻 就是希望你们开心 可是你们就是没有办法开心起来 对对 而且就是事情往糟的方向 不断的在循环 是 就是 其实我觉得一个小的 不会 你记56天就会变成大大的事情 对对对 对 而且不愉快的会记得比较清楚 对对对 然后 但他们不会记得你在过程中 用心的部分 对对 然后 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 这件事情反而 是无价的宝物 因为就是 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遇到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 大旅行社找我去规划 环游世界之旅的时候 我就很 巧妙的可以避开 每一个会犯错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哪里会有问题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排行程 就是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 我把最豪华享受的排在前面 然后最辛苦的排在最后一站 所以如果那个旅程 反过来就好了 所以一开始先去跪走 那个什么 就是什么 那个朝圣之旅 然后只能 真的也好 我们要倒吃甘蔗 不要倒吃甘蔗皮 对 就是最后如果 比如说又是游轮 然后又享受在夏威夷 啊很舒服的 那种海滩 哇那整个是 那整个就是完美了 真的耶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 没有经验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呃 这些经验 其实带给我很多的宝藏 就是我去 呃规划的时候 我也知道 要先告诉大家 什么心理准备 对 比如说长时间旅行 可能会出现的 比如说有的人 没有离开家那么久 对 到20天会有一个 小小的撞墙期 他会觉得 开身不顺 对呃 就是会想念滷肉饭啊 或者是会有那个 各式各样的 对 但是其实如果你经过了 这一段时间 其实又会进入 另外一个美好的时期 嗯 然后很多人到最后 到最后是跟我说 我不想回家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那是一个旅行节奏 嗯 跟要注意的事情 嗯 还有就是我会劝退 身体不好的人 哦 对对对 对 身体没办 就没堪积 就最好不要 就是勉强自己 对对对 嗯 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的 可以毙掉的东西 都是从那一趟旅程学习的 是 后来我的环游世界 都非常非常顺利 而且 欸 其实那一趟旅程 第一趟16个人里面 嗯 也有非常支持我的 嗯 贵人啊 就是他们后来 又来参加了 我两次的 环游世界旅行团 那一定是更棒的体验 对所以其实 因为他们看我 尽心尽力 处理到最后一刻 虽然面对他们的情绪 但是他们 看见了我在做什么 嗯 所以到最后 他们反而变成 就是支持我 非常多的人 嗯 就到后来 我只要一半 环游世界团 他们都是 呃 就 南半球啊 或者其他 他们都会 都会跟上这样子 对对 我很好奇就是 像美族就是 呃 目前是专走 应该是在疫情之前 是专走环球的 就是这个游轮之旅吗 嗯 对 但是后来走的 比较是分段的环球 嗯 是游轮 但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是坐飞机 嗯 海陆空都有的那种 嗯 的那个组合型的 那就是体验非常的多元 对对对 然后但是游轮的 分段航海环球 是因为我 小孩出生之后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走六十天了 是是 对因为 那时候后来我是 后期我是控团 嗯 然后让其他领队 去带这个六十天的旅程 是 了解 对那游轮反而是 比较弹性 因为我可以 比如说每年播个二十天 嗯 那我用不同的方式 去衔接 嗯 五六 六七年就可以接起来 一个完整的环球 分次来完成 你的环游世界之旅 对 能参加的人也比较多 因为台湾要能够 播出六十天的人 有钱的问题 对 钱当不是问题 哦 钱不是问题 很多人钱不是问题 他们的罩门是时间 对对对 可能没办法拿出 这么多的时间 再一次就是把 把这个价用掉 对对 而且题外话是 我们在规划环球之旅 我们是被 那个台湾的客户 一步一步 往顶级的方向推动 哦 他们不想要只有这样 还要更多一点 对 他们会问我 他们会挑战我们说 你有更棒的经验吗 嗯 你确定你排的这个 你有没有那种 我吃过会一辈子 难忘的餐厅 哦 然后我住过会一辈子 觉得很棒 是 怀念不已的那种住宿 是 对 所以我们甚至 那时候设计了一个 呃 就是 最顶级的环球 呃 只有45天 然后全部都是住 呃 有被获选为 全球十大顶级饭店 哇塞 名单里面的这一种 哇塞 那名单有很多的机构在拼 但是他要到那个level 是 才会被我们选进来 嗯 这样多少钱 呃 399万 哇塞 对 呃 但是 M型化社会 但是 但是他还是直接是商务舱 他直接是商务舱 嗯 而且直接都是很顶紧 就是一路舒服到底就对了 对 而且在非洲 比如说他没有那种冗长的拉车 哇 我们直接包机带他 好 往返过加工 他们都是老板退休这样 对 这个族群是老板 对啊 我觉得他们才有这样子的时间跟财力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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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其实旅行真的风简有人 可是 是啊 呃 可是说真的哦 如果我当很多人说 诶 怎么这么奢华或怎样 可是其实如果你打拼了一辈子 然后就是你已经 呃 户头里也许有一亿吧 可以想要看你现在 我没有一亿 对 我有两亿 回忆跟记忆 哈哈 哈哈 赞赞赞赞 对 就是我有两亿 我赚 我这几年赚到两亿这样 嗯 对 然后但是他们 如果你已经 不要一亿啦 嗯 那个一千万就好了 对 你还会用现在的方式旅行吗 我问过很多背包客的朋友 嗯 当然不会啊 然后他们会说 当然不会啊 我当然想要试一些不一样的 爽一下 对啊 所以是在不同的阶段 而且有的人 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对 对 然后就是反而还不如就是 自己去 好好的去用掉才是自己的 真的 你没有花到都是纸上复归一场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家慢慢有这个观念 可以看得开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如果没有办法 就参加到三百多万呢 这样小资组的家庭 想要参加游轮的话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 好 其实大部分的环球团 没有到三百多万啦 嗯 对 我刚刚讲的是最极端的例子 我们大概有一百多万这样 一个退休组负担的期 但是那个 如果说游轮的话 更好 就是说小资组要看的话 我会建议 呃第一个 呃不要只去日本 不要只去日本 对 就是石原岛之类的 对不对 不是 因为大部分台湾人的旅游 取向集中在一个到两个文化区 是 喜欢日本的就一直去 对 然后喜欢 但他跟我们是很接近的 同一个文化区哦 就是容易旅游的地方 对 然后或者是说 呃喜欢欧美的就一直去 欧洲 美国 这些基督教文化区 但是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 不同的地区 但是如果以游轮来讲 当然还是欧美为主 嗯 那最热门的几个点 几个区块 我建议你可以尝试 百分之 呃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的 游轮客 欧美他们都是走 阿拉斯加 然后加勒比海 地中海 嗯嗯嗯嗯 这几个 都是风光特别的 对 那以台湾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 阿拉斯加跟地中海 其实是不会出错的 尤其如果你要带 长辈去的话 嗯嗯嗯嗯 这两个很推荐 阿拉斯加 他是走怎么样的 他是有哪些国家 他从温哥华 嗯嗯嗯 上去 对往上 对往上 然后其实 就是从 就是只有加拿大跟美国嘛 嗯嗯 然后他就是走 阿拉斯加那些 就是 嗯 小镇 嗯 然后跟去看冰川 是 就是因为我们 比较没有看过冰川 对对 对 然后他大概有时候 可以买到一些 蛮便宜的船票 因为他都是 在巡回的 嗯 就是他每个礼拜 走一次 有时候是出勤这样子吗 对就是那所以 比如说季节初季节末 或者是在某一些时候 都是会捡到一些 便宜的船票 因为量大 嗯 然后那个欧洲 是更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可以 东地中海 西地中海 嗯 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 欧洲之旅 就是他是宜航的航线 嗯 就他刚好北欧的旅程 绕完了 他要走到南欧 嗯 那一趟也可能很便宜 哦 对 然后呃 总之您买了 这样子了之后 他通常停靠的点又多 嗯 然后票价又 有时候您如果用心 可以买到便宜的 哦 原来 那就会很皆大欢喜 这样子的路线 船又好 船又很好 船又很好 所以适合小朋友 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 因为尤其那个 就是欧洲好了 嗯 有一些船公司 他们甚至小孩 是免费的 什么 几岁叫小孩 嗯 就是 哦 对哦 呃 有的是12岁以下 有的是更年轻 对 就是小孩有 小孩有比较便宜 是 跟你们住同一间 嗯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呃 一家人去 其实就很方便 很好玩 嗯 嗯 对 而且东西 就是什么行李 都可以放在房间里面 就开始 对啊 就是一整天的 的玩乐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真的 真的会不错哦 所以呃 可以规划一下 了解 所以我 我的第一次的 这个力行友轮 算是有一点 呃 算是一个入门的一个 对对 大开眼界 他也是一个启蒙 知道说友轮是什么 是什么 对因为那时候 我反而会有点 有点负担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因为 哈我要吃六餐 哈哈哈 我竟然会有这种想法 对 但是以美食的精致度来讲 力行算还好 对 对 所以你可能 你可能没有很惊艳 对 但是真的有一些船 会让你觉得大开眼界 好吃的很多 真的耶 或者是台湾人很喜欢 有出现龙虾的时候 真的耶 我有朋友吃了八颗 哇塞 就是他那天先去健身 然后就是中午就不吃 因为晚上有龙虾尾 真的 然后因为他是可以无限 就是你要的话 可以再给他多要 对 然后我基本上都是两颗起跳 哇塞 对 然后那次有朋友吃了八颗 就真的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就是要把船票吃回来的概念 真的 对 然后或者是我有 曾经有一些船 真的很精致 嗯 对 他饮食都很棒 然后甚至 有朋友带过某一些 那个超顶级的船 嗯 他就是整个 那个鱼子酱啊 什么的 就是很多高档的食材 然后而且就是 你点了就送到房间来 都可以 哇塞 对 这是女王的概念 就是 对对对 就是你会觉得 嗯 对 就是人生就该这样被款 就这样子被款待 款待 对 你会有一种 嗯 就是 在家当 辛苦这么多年 赚的钱 可以花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就是在家很辛苦 那种相付轿子 然后出来的时候 就是可以享受一下 先不要想 哇那这么长的一个旅行的 就是这么多的旅行经验啊 就是你应该 沿路上有买不少的这种 什么 战利品啦 或者是一些 你觉得很珍贵的纪念品 那会不会堆个满屋子 可是不知道怎么收纳呢 嗯 对 这是个好问题 但是我的 这部分的 那个 没有很强 嗯 就是我 我会买 但是都是很小件的东西 嗯嗯 对 而且我也没有收 星巴克城市碑这种 对 很多人都会这样 对 所以其实我 并不需要做一个柜子 去把它摆出来 嗯嗯嗯 那我会收一些小盒子 就是很容易攜带 比如说我到一个国家 因为小盒子里面 会有工艺品的 对对 它的工艺啊 或者它的文化 或者它的图案 这些东西 所以我其实很喜欢 收一些小盒子 嗯嗯 然后感觉 比较浪漫的想法 就是里面可以装满 回忆这样 还有那边的空气 对对对 那边的空气 跟回忆这样子 对 然后都很好攜带 嗯嗯 然后另外就是 嗯 还好啦 收纳对我来讲 不会很困难 因为我买的不多 嗯嗯嗯嗯 对 大部分都是吃的 买回来就被吃光了 这也很棒 对 那如果是 一些 像是你的团员啊 他们就是真的 买到一个失心疯了 然后觉得 啊怎么办 我接下来我应该 我不想再买那么多了 那你会给他 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 就是不要去 那么危险的地方 哈哈哈哈 没有 比如说你你去到 美国的all lane 就大概会知道 哦那真的是 会疯掉 对 不过其实偶尔去一次啦 几年去一次 然后就是 比如说他如果在 黑舞促销 或者什么的时候 那是真的会买到 失心疯 哦真的哦 对或者是在 很多的国家品牌啊 或者是什么 折扣的时候 圣诞节之后的 打折记啊 嗯嗯 对啊 我自己也都觉得 哇在西班牙就 很好买这样 什么camp啊 什么 我记得几年小时候 各种皮件啊 对啊 我们记得几年小时候 我们全家去美国 然后带回来一箱的药 啊 就是以前台湾人 超喜欢买成药 哦那时候美国的 那一种维他命是很便宜的 对对对 维他命 对对对对 就是觉得 诶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身体有这么不好吗 没有 因为大家就是觉得 顾一下身体这样 嗯 对啊 我那时候 像我跟光豪去那个 蜜月的时候 是去西班牙跟葡萄牙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 就是呃 常常会有一些 呃 比较喜欢买东西的 的旅客就会说 我不要在这边 我不想要看什么风光了 这样子 你带我去买东西的地方 哦对对对 嗯 常常会有人这样子哦 就是 啊导游你不要讲太多 对 我们要去买东西 我们要直冲那个地方 对对对 诶哪里可以买到什么 所以这也是一种专业 我们要满足这个部分 真的耶 真的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时候 我可能 呃 应该不是我自己啦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人想说 诶我在这边看到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不错 可是我觉得 有点太贵了 我想要等到下一个景点 之后 有机会再买 这样子 然后导游就会说 不要这样 对 你要看到什么 马上就要了 对 过了这个春没这个店 对就没了 真的 那我觉得 这很像是在关照人生吧 就是你好像觉得说 我之后再做就好了 我以后再去 怎么样就好了 但其实有时候 是要把握当下 你就是 现在就是现在 你家很全白 对 有时候真的觉得说 因为我自己 也是有这样经验 就是我 回到国内 就才发现 其实我那个 真的很想要 嗯 可是已经没办法再回去 对啊 对啊 的确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 有人说 那个打包的时候 看到什么 犹豫的东西 就是不要戴 然后那个 购物的时候 看到什么想买 就是买 原来如此 这是最高准则 原来如此 再说一次 就是要打包的时候 犹豫要不要戴 就是不要戴 这个帽子我不要戴 对 可是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这个 我想要不要买的时候 犹豫要就是买 就是一定要先买 就对了 对对对 好多准则 真的 你可带回来 是会有点后悔的 不要就是 事后在那边遗憾 不会啦 其实带回来 你就会觉得 好像东送西送 就没了这样 对 哇 我真的觉得 就是美洲 这算是 二十多年来的 这个旅游经验啊 可以就是不停地 扩散出去给 需要规划旅行的人 真的是很棒的 一件事情 所以才会有 现在我们眼前 这个365天 这个环球 来介绍一下 对啊 因为在疫情之后 我们突然就失业了 对 就是我们的行业不见了 然后所以我其实 每天也是在想说 我到底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这么多年旅行的时候 都很认真的带着 那个大的那个相机 专业相机 然后甚至后期还有空拍机 拍了好多的影像记录 对 那我想说这些东西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一直在整理照片 那刚好我后来去 台科大跨境电商的 那个班 去上了500多个小时的 算是训练 课程 对 那里面就有讲群众募资 是 他讲说 这几年那个日历很风行 对 就是疫情之后 生活化的 对 结合生活形态的日历大流行 对 大家都想要把生活过好 对 所以有那种 一天一夜的这种形态 开始受欢迎 是 那我就突然 脑海叮一声 因为其实我就一直在找 说我可以做什么 对 然后后来我就把我的 这20年的旅程的 很多精彩照片 做成一本叫365环球力 然后在折折上面 去做募资 是 那募资的时候 是在那个9月上 9月底上线 然后到12月中 就是我总共募了127万 对 然后这个 当然其实 这是一个数字 但是大概是 我觉得能够把我喜欢的东西 分享出去 然后将近一两千个人 会每天可以看着这个 因为我把它排成了一条 环游世界路线 对 然后所以从第一天开始 1月1号 你就会从台湾飞出去 是 然后1月2号 你就到了那个西澳的PERS 博斯 天鹅之城 然后之后每一天 就是一个地点 然后就是一个行进的路线 然后你就从大洋洲 到南美洲 北美洲 然后欧洲 非洲 亚洲 这样回来 365天刚好走回台湾 这样 对 所以明年 你就会精神上在神游世界 然后除了这个神游之外 我有七大练习 就是每天出了一个 很漂亮的照片 就是让你可以感受 那边最美的风情之外 其实我有一个生活练习 七种类型 一个就是庆典 对 就是我们来过世界的庆典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李源热内卢的嘉年华会 那你可以做的就是 你可能可以上网看他的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一起去感受那个音乐 或者我有剪影片 你少QR Code 可以看得到 然后或者是 世界各国庆典 我们都有标出来 是 然后另外还有美食 今天走到意大利了 怎么可以不来吃个意大利的美食呢 对呀 或者是世界各国美食 对 然后跟肚子填饱了 精神食量也很重要 所以我有一个阅读 就是我七大练习的阅读里面 有融合了 我觉得在那些地方 你可以看的一本书 对比如说是像秘鲁 你可以看那个巴尔萨斯尤萨 他的那个 有得过诺贝尔奖的那个作者 他有一本《城市鱼狗》 他的成名作 然后这个作家很会写小说 然后他还选过总统 然后可是他得了诺贝尔奖 然后但是他那时候选总统的时候 没有选上 对 他是一个奇人 然后但是他的作品 真的会让你觉得 哇他文字很有魅力 对 然后就是你跟着一路 就是我就有推荐 比如说冰岛大家会读那个小说 冰岛喜欢推理小说 冰岛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出书 对 然后所以世界各国的文学 然后另外就是有的人说 看书太累了 那我要来个影音 所以我有推荐一个是影音 就是我们可以来追好看的剧 跟世界各国有关的 看好看的电影 听好听的音乐 对 那所以我就会比如说点播一首歌 对 比如说像阿根廷好了 最近赢了那个四祖三 对 我点的是那个一步之遥 哦 那一首 对对那一首 对那 那个 因为就是 讲到Tank 就是想到那一首 Carlo Scatel 那个那一首 女人香 女人香 对那一首 你就会觉得很棒 那最近就想说 哎 希望阿根廷不要是一步之遥 还好他有 有那个 真的 已经踏上去了 终于有踏上去了 四祖三冠军 对 然后 还有那个 打卡 就是社群的练习 是 就我们大家可以来串联 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打卡 然后看看 有这个日历的人有谁 然后还有就是 呃 发现 探索 就是有一个 像是 呃 放大镜的那个啊 就是你可以去搜寻 我给你的那关键字 那你就会看到一些 很有趣的东西 哇 真的太棒了 七大生活练习的分类标志 对 我们再分享一次 就是有庆典 对 阅读 影音 饮食 幸运 还有探索跟社群 对 那幸运是说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 跟那个地方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佩戴一个 那个地方的饰品 我穿一下 那个国家的某一个牌子的品牌 哦 这品牌应该 颜色搭一下 对 品牌 或者是 呃 它的特产什么 就是你那个幸运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用意是说 因为其实疫情的时候 我一开始很不开心 是 想说我不能去旅行了 对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 其实你在台湾 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很丰盛 对 就是你可以让世界各地的 美好元素都进来 对 然后让你的生活 就是很不一样 是 其实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 台湾很多 异国餐厅 台湾很多 什么东西都取得得到 对 对 那您可以 过很丰盛的精神生活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企划 真的是非常的 很细腻 而且是很 可以立即实行的 对 是很棒的 那这个让我蛮印象深刻 就是说 这么多的工作量 你要挑照片 你要写文案 然后你要去做 各式各样的生活练习的安排 对 你都是自己做的 是啊 太强了 我们有团队 我们有睡觉 其实有虚拟团 对啦 但是真的 我这半年 熬夜熬得很夸张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但是因为做了 就会想要把它做好一点 是 真的会 对 所以其实 我也可以只放一张照片 或者是 我的老师跟我说 人家就是放一张插图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然后做这么多 然后还要做扣环 让人家可以翻 人家那个 虎头那个 就是那个很便宜 那个成本 可以低很多 为什么你要做到这种程度 对 可是我觉得交出去 买这个日历的都是一些 亲朋好友团友 跟长官 跟那个 就是 这些人 我会觉得我 随便做会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也是你个人品牌的一个成品之一 对 不能对不起你的粉丝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真的很棒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一起 虚拟环球 我们会有一千个人以上 买了这本日历 嗯 然后 呃 1月1号开始就可以 呃 我们环游世界 对 你还可以买得到吗 呃 还剩一点点 嗯嗯嗯嗯 对 请上我们的粉丝团来 好 再说明欄 对 或者是搜寻 泽泽 三六五环球力 嗯嗯 那边看看 就是我们如果 未来可以在哪边可以买得到 嗯 应该是在博客来会上价少量 太棒了 嗯 对 然后大家可以到博客来去买 这样 哇 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是长期的一个商品 嗯 因为很多像日历就觉得说 我可能今天过完就好像没有办法 就是在回头再看 嗯 但是现在有这么多可以就是融入知识的东西啊 就是而且是一个对你来说一个是一个很棒的回忆的作品 对啊 对 真的 他其实是我的第三本书 嗯 但是他以日历的方式呈现 所以说扣掉日期的这个部分其实他是可以典藏的 是的 因为他是呃 未来如果您把它 因为我每一周都有详细的路线图 嗯 然后所以您可以放着 变成你未来真的要去环球的时候 他是可以照着走的 哇 对啊 嗯 所以请大家不要把它丢掉 不会 就是放到那个很漂亮的行李箱 外形的盒子里面 是 然后 而且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到那边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 对照 寄明信片寄回来给自己 然后你就会告诉宇宙说 嗯 我会心想事成 哇 真的非常谢谢美竹 是规划这么棒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对我们这些 你算是月月遇事 想要赶快出去的人 就是一个是很棒的一个参考书 嗯 谢谢 好 那最后想要请美竹 给自己三个关键词 等一下我想先问一下美竹 你是什么星座 呃 我狮子座 哦 因为我在想说就是很爱旅行啊 它可能跟 应该是火箱 比如说那个射手 很有心动力的 对 但是狮子座也是有一种就是 王者风范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会想要 登高一呼这样子 对啊 对啊 而且我们会看光明面 然后会想说 就是我们会很乐观 在这个部分这样 对啊 那我自己有一部分巨蟹座 就是我刚好在交界那一两天 嗯嗯嗯 对所以我到 在家的时候又很恋家 这样子 对就是宅女这样子 然后出去的话 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哇这个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要怎么做呢 呃 真的很不容易 对啊 因为像你刚刚就是有 呃 在节目之前 我们有先聊一下 你说说 小孩子大概四个月的时候 你就出去带团了 嗯 八个月的时候 你再带了这个 什么环球的团了嘛 嗯 那就是要离家这么久啊 就是心系的孩子 还就是熬熬待补 这个怎么样去克服呢 对啊 其实我那第一次 离开他们 去带团的时候 大概小孩四个月大 双胞胎 嗯 然后我们的老二啊 就是弟弟啊 哭了一整晚 哭到天亮 哦 然后那个我老公快崩溃 因为他还在上班 是 然后他就快天亮的时候 他就对了天花板 叫我的名字 说 梅珠梅珠 然后那个 那个 小朋友以为我回来了 他们就秒睡着 就不哭了 可能也累了啦 对 然后但是 对 但之后他就抱了一只 美乐地娃娃 再也不肯放 就是他到哪都要抱那一只 然后都把那个 小尾巴咬的 那个黑黑的这样子 就是 就是 他的安全感好像就是 就是那个妈妈 对对 要抱的那一只这样 对 对 然后那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八个月大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 学走路那一段期间啦 然后我去阿拉斯加带团 回来以后看到 啊 那个突然 也是老二 就是他的眉心那边 就是突然多了一道疤 嗯 然后就是原来他跌倒了 然后在 当时有两个大人看过啦 可是那就是小孩跌倒 就是会 就是有会有 对啊就碰撞了 撞到了桌角 然后就 喷雪 然后缝了六针 他们没有人敢告诉我 因为其实一讲 我可能没办法带完那一团 是啊 对 然后就是 我都会开玩笑说 那个是哈利波特的 那个佛蒂姆来过 然后就是帮他留了一个印记 这样子 就是说 那个 那个妈妈这样子 那个 抛下他出去 让他给他留一个印记 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还好啦 这样大家看起来不太明显 但是就是觉得哇 很心疼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其实 always都是要找平衡点的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真的也是觉得 自己 呃 就是到最后都是勉强自己啊 真的吗 这些是不好的习惯 就是说 但是你很想要找平衡 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两件事情可以一起做 嗯 带他们去 就一起做 比如说呃 你 你想要呃 对 比如带他们去旅行 其实也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 我可以累积我的演讲 或者是我写作的题材 对 对就是可以一起 亲自游 对 然后或者是说 呃 比如说啦 举例像家长都要拍一段祝贺的影片 嗯嗯 那可是那时候我刚好在社区大学的课程 就是我要去探路彩线 嗯嗯 对 然后就想说 诶那合不一起呢 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在十分大瀑布前面 然后那个呃 出外景的妈妈 就录了一段说就是勉励她 然后人学习要像这瀑布 不一样啊 然后怎样 然后就是有 有整个铁道旅行的 串着整个影片这样子 整个故事 其实我就是刚好要去探路 嗯嗯 非得去不可 所以我现在就发现 诶 比如说我做环球力 然后做出来了 可是我儿子现在上了国中 他要念地理 非常的困难 嗯 对 然后但是我想 原来我做的事情就可以帮到他 是的 因为我每一天 我其实就可以 我现在都送他们一人一本 而且跟他们讲说 随便画 随便诗都没关系 嗯嗯 也送他们班老师 嗯 对 然后他就是可以认识地球 这个所有地方的特色 对 就是可以一起 因为我做的事情就可以帮到他 对 这国际观可以从小开始建立 对 所以我A跟B 渐渐的学习一起做 嗯 然后比如说我去带国旅 就是带班上去走读 嗯 那你会发现 我是买的最多的那个妈妈 因为各地的特产 我就连买菜 或买家里的零食就一起 就顺便了 买回来了 回到家就可以直接煮饭了 我们的那个学员都知道那个 就是老师会买很多 因为就是 对 老师没时间做饭 然后就会一起解决了 就是我都会买很多的特产回去 然后就是我们家的餐桌 就会有什么客家的啊 嗯 然后有住民的啊 嗯 各式各样的美食这样 真的 对啊 就是把旅行的这个意念都是 跟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 对 对 哇 我觉得很佩服 也觉得很感动的是 就是美族可以把 呃 生活融入工作 工作融入生活 嗯 可以一起这样做 真的是很棒 谢谢 谢谢 嗯 嗯 好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三个关键词吗 觉得你自己 最代表你的三个字 对 三个句子也可以 我们有一些来宾就会说 啊 我的这个关键词是行动力 或者是我是很感性的 或者是我思路清晰的 等等的 嗯 那对于美族来说 我想应该行动力是一定是有的吧 嗯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你觉得的 我觉得 呃 我是 因为旅行其实是跟好奇有关 是 对 我觉得我都是对远方 有不知道的地方有一种渴望跟好奇 嗯 对 这个东西很深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 呃 这是一个 嗯 就是 好奇的 对 嗯 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 我好像会有一点点 那个 最近的状态啦 不是常常 但是我好像会有一点点 就是 很拼 对 就是我觉得我会 做事情会做得有点 完美主义吗 也许吧 或者会有点 想要尽全力的去做 尽全力这样子 就会蛮投入的这样 嗯嗯嗯嗯嗯嗯嗯 但是我其实希望是更平衡的 哈哈哈哈 对 但是我现在是有感觉到我这个部分倾向 嗯嗯嗯嗯嗯 我会就是很投入这样子 很投入工作的 对对对 嗯 嗯嗯嗯哦 还有吗 还有吗 嗯嗯 就像是 嗯嗯 或者是最后想要给我们读找或者听众 有什么样的一段话 IT 像你有 我有看过你在一个介绍中 我觉得你说得很好 我记得你是用横向跟纵向来形容 嗯 旅行这件事情 喔对 因为其实去旅行的时候你会 去看到的是很多那个 那个不同的人声啊 嗯嗯嗯ingsó 体验到了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人生 对 然后但是 我觉得台湾的人 大部分就是只有被要求的是 纵向的人生 就是你要从读书 然后求学 然后升学 然后整个这样上来 对 所以如果说往上爬这样子 但如果说你没有意识到 没有去旅行的话 你很容易就是 只focus在自己这个纵向的人生上面 对 然后但是当你去旅行的时候 你纵向家很像 你会找到自己坐标 就是很像坐标这样子 你会知道自己定位大概在哪里 这是我那时候 环球旅行回来的感受 对 像我觉得就是有国际观是 真的是了解 每个地方的人的想法 然后像譬如说最近 像阿根廷他们营球 就是非常非常的疯狂 然后就会算说 他们就是经济这么惨 他们还是这么寄托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觉得 那就是他们过生活的方式 而且是我觉得一个很乐观的民族 他们可以享受在那个营球的瞬间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 其实他们一定会再变强 而且会挺过难关 因为四足赛得到冠军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是很关键的转折 对 是指标上 他会让他们整个 有自信 名气可用 然后整个会起来 对 以前巴西也经历过这样子 对对 就是我以前看那个 巴西有一个以前的总统 卡多佐他的传记里面 他就讲他要推行巴西的新货币 然后那一年刚好就是他 世界杯就是很顺利 然后快要决赛的时候 他就是穿着球衣跟所有人 在媒体面前加油 然后结果那个 他一冠军之后 他的那个货币政策就成了 大家就是到哪里都接受了 就跟国家政策也是很有关系 对 所以其实政治跟整个名气 其实他 我觉得阿根廷会走出一些困境 而且其实阿根廷一直都是 有点没落的南美贵族那种感觉 对 然后但是其实 也真的通膨或各式各样的 经济的问题 对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大家我觉得他会变得很好 我是乐观的 对 我觉得就是互相了解尊重 然后包容彼此 对 这样才会世界和平 是啊 是啊 对 今天非常谢谢美猪 谢谢 真的 谢谢你们的邀请 对 谢谢 然后就是这个环球力 现在还有一些 就是少少量的 可以买到 对不对 好 我会把这个连结 放在说明栏里面 欢迎大家看到的时候 赶快来下单 祝大家明年都有一个 像环游世界一样 很美好丰盛的一年 谢谢美猪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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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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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